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 调查记者月歌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感谢新老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 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和转发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呢 也有请朋友们来继续支持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一组 与中国有关的时政消息 看一看台前幕后 礼一礼牵引后果 先看看这黄金周 现在中国大陆所谓的八天黄金周的假期 已经是到了尾声了 那么相信很多人 这个黄金周过得并不好 根本的一条就是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在10月2日发布的那则声明 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这则声明就强调 凡是申请美国移民的共产党员 或者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 或与之相关的成员 都不会获得美国方面的受理 大家其实去中国大陆的一些社交平台 来看一看相关的讨论 热度其实还在发酵之中 包括我这边 这样的平台 有一些读者朋友 包括我本人过往的一些朋友 也这几天也在交流 说这些老总 他们的老婆孩子 已经去到了美国 那么他们本人 还有没有可能 透过豁免的手段 能够移民美国呢 再有就是他们的孩子 特别是他们的妻子 就是已经在美国落脚的 亲属 直系亲属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目前其实呢 说实话 很多细节并不清楚 当然也正是因为细节不清楚 未来有很多变数 这样的政策 才会更有心理上的影响力 震撼力 甚至是杀伤力 所以现在胡锡进就 其实之前就已经表态了 他认为呢 美国的决定 有助于让更多人才 留在中国国内 粉碎了中共党员们 去美国的幻想 他认为呢 这不是坏事 如今非党员的民众 对移民美国的兴趣 也大大降低了 胡锡进的这一则帖子 如果您仔细看一看 其实呢 还是很讲究的 他把非党员的民众和党员 其实还放在一个战壕里了 意思是说 反正这两类人 你都别打算去美国了 胡锡进揣着明白装糊涂 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毫无疑问 就是要离间中国的普通民众 非党员和党员群体 胡锡进意识到这个政策的杀伤力了 但是在帖子上做了这样的一个 看上去有些巧妙的处理 但是其实经不过推敲 因为在中国互联网上 很多的网友相信都是所谓的非党员了 所谓的群众了 都在赞赏美国的这个政策 这里就是一个随随便便可以取道的截评 我念几句 包括有网友就说 这个举双手支持 锅里碗里你不能都占权了 还有人说 美国佬总算做了一件事做对了 还有网友就表示 一个所谓的共产党信仰的一个斗士 要去美国混说明了什么 共产党人中竟有人堕落到这样的地步 等等等等 可以看出网友一面倒的一个呼声 普通群众的一面倒的一个赞成 其实就点明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蓬佩奥余貌中的区别中国普通人 以及中国党员的政策 真的是抓住了痛点 我觉得我分享一个朋友说的话 他说的很在理 他说呢 我做群众很多年没有问题 因为能力机遇水平财力阅历等等 都有一些差距 那么没有成为党员 也没有成为中高层 完全理解 但是如果中高层的党员 这些领导干部把子女把老婆都送到国外 他自己转身捞了足够的金钱 或者等到退休去到美国 他说呢 那我不服气 我也想不通 所以他的言下之意 对美国的这个进攻令真的是高度赞赏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有相当的代表性 当然实话实说 我们群众的声音意见 恐怕党员 特别是党员中的中高层 也没有心思来听 让他们能够听的 让他们能够关注的 还是事实 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驻广州总领馆近期 其实就已经采取了从严的政策 拒绝移民签证的频率就有所升高 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这些申请人通常是在完成了一张 包含了有工作和教育经历信息表后 被做了行政审查 然后就被拒签了 这个其中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在工作和教育经历中 把自己是党员 甚至有可能是团员这样的消息写进去 结果最后就被拒签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实 恐怕是非常有震撼力的 这个就是黄金周 中国普通的网民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之一 当然不得不说 到了10月6日 风向又有所转变 因为美国的川普总统 在北京时间是10月6日的早上 上午就出院了 那么住院速度的非常的短 让外界相当的惊讶 那么同样在中国网友呢 也议论纷纷 那么普遍是对川普的做法持批评态度 认为他是在作戏 那么两相比较 我想说的就是呢 在10月2日到10月6日 中国的很多网友对美国的政策表达了好感 但是到了10月6日呢 风向立刻转变 因为川普这样的一个做法 很多人又在大赞中国的防疫水平很高 这其实呢 我个人一个概括就是 之前的做法离间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普通人 我们这样的群众 但是短短几天之后 无论是川普总统本人的做法 还是中国 当然这里头 当然毫无疑问 有中国媒体 中国这样的一个宣传机构的操弄 中国网友的风向又变了 就是认为川普在演戏 随便举个例子 这样的留言真的是举不胜举 好好演 别把剧本演砸了 果然是套路 川普这一稿 只会让更多的美国人去见上帝 甚至还说了 为什么不抄中国作业等等等等 最后做一点个人的小节 那就是如果川普胜选 未来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 这样的策略 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话 可能美国方面要做的工作 还是比较多的 特别的要研究中国的网民 包括网民中的90后 95后这样的年轻人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看 一则最新的消息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在周一就表示 全球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 可能已经感染新冠病毒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口仍有被感染的风险 考虑到世界的人口 总人口大概是78亿人的上下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 已经有7.8亿人感染了 关于疫情 我在这里就补充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 目前全球确诊病例数 约为3500多万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预估的数字 就是这个3500多万的20多倍了 这个主要的因素 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 检验能力不足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做出了这样一个悲观的估计 第二个背景呢 现在就是从地区来说 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疫情正在激增 欧洲部分地区 特别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感染率 也在上升 从国家层面来说 这样的几个国家 西班牙 俄罗斯 印度等国家的情况 都不容乐观 所以这是整个关于疫情的基本面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担心 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一 还透露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这样的 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国际专家团 将前往中国对病毒进行溯源 专家名单已经提交中国 但世界卫生组织就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这个专家团其实此些媒体提到过了 这个牵头人之一 就包括纽西兰的前总理海伦克拉克 总体上来说 海伦克拉克是对北京走得比较近的人 包括海伦克拉克曾经尝试着竞选联合国的总干事 当时其实北京方面对他是表示支持的 那么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透露的消息 这个专家查员或者调查整个疫情的国际专家团的名单给到中国 说实话您可以想一想 包括我问了一些武汉的朋友 他们都不太相信这个专家团最后能够查出什么 货真价实或者说有说服力的东西 连武汉人自己都不相信 那么当然了很多国家就更不相信了 美国就已经表示不能容忍一个成员国 未能提供准确完整和及时的疾病爆发信息 那么这个毫无疑问 他没有点名 但是这是在对中国进行批评 此外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也表示 专家团应该很快的部署 要迅速来展开调查 作为一个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 就进行了密集采访的一个非机构媒体 我的感觉应该说比较的沉重 现在进到中国或者再晚一点 专家团的名单经过中国方面做了一个审查 之后他们再去到中国 能查到蛛丝马迹的可能性 真的是基本为零了 接下去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0月6日现在他的议程应该是比较的满的 那么已经完成了一个议程 就是和日本的外交大臣茂木敏冲会面 此后他就会举行四方的安全论坛 这个部长级的一个磋商或者是探讨 在和茂木敏冲会面时 蓬佩奥的一个话就被媒体广泛报道了 那就是他赞赏日本的新任首相菅一伟 是一股善的力量 同时他表示相信菅一伟将会努力强化美国与日本的关系 那么接下去 茂木敏冲马上就承接了蓬佩奥的说法 他说呢日本会强化与美国联盟的政策 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没有改变的 蓬佩奥给菅一伟戴这样一个大帽子 为什么说是一个戴高帽呢 因为很难说蓬佩奥对菅一伟有非常过往有密切的联系 或者有深入的了解 那么他之所以赞赏菅一伟是一股善的力量 首先的背景就是他去到日本之前 其实就说呀 在世界上存在着恶党和恶徒 但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予以应对 相信没有人怀疑蓬佩奥所说的恶党和恶徒 就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或者习近平等等 那么作为一个反衬 他就称菅一伟是一个善的力量 所以这个真的是给菅一伟一个莫大的一个赞许了 现在这一次的四国的一个会议信息很多 我也在密切的关注 我可以给朋友们做一个再一个梳理 就是前面提到的包括日本的外交大臣和蓬佩奥的见面 其实是属于第一个环节 四个国家的外长分别来面对面的交谈 就是一个国家的外长和另外三个国家的外长分别来谈交换彼此的意见 现在来看的第二个核心的环节也已经完成了 10月6日的下午 日本首相菅一伟已经和三个国家的外长完成了会谈 现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信息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他们一致认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四个国家就合作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达成了一致 但是达成一致具体有没有什么成果 目前就还没有看到 同时根据日本政府在会后发表的声明 菅一伟和国务卿蓬佩奥特别一致的认为地区局势越来越严峻 同时蓬佩奥又完全支持明年举办东京奥运会 这个是菅一伟和三国外长完成了一个会谈 第三步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 那就是四国的外长会单独坐在一起来谈 理论上的菅一伟就不会再参加了 那么这个四国的外长会谈会不会出什么成果呢 现在是各方非常关注的 包括北京方面也在关注 目前的信息呢比较的含混 因为现在美国给出的信息呢 也是比较的复杂 蓬佩奥10月4日前往日本之前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强调了四国外长会议的重要性 同时还说我期待四国外长会议发布重要声明 取得重要的成果 他特别提到了总统川普先生 他说川普精神不错 心情也不错 关于出访日本总统发出了相关指示 我将全力以赴的去执行 媒体就问那有什么样的指示呢 蓬佩奥是笑而不答 蓬佩奥的这一番说法毫无疑问 就会让理论上还在过黄金周的北京方面坐立不安了 但是美国的消息刚才提到了 看上去呢前后并不一致 因为稍微往前走一点 11月2日星期五 美国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就表示 四方会谈机制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 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 而并非受约束性的义务来做驱动 他反反复复就强调 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 而且他说呢 从建立之初四国四方会谈机制 并不是要将某个或某些国家排除在外 那么媒体舆论也倾向于认为 史达伟所说的 其实呢可能是在尝试着安抚中国的一个紧张情绪 所以11月2日 史达伟的说法和10月4日 蓬佩奥的说法呢 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现在四方会谈会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不确定性比较高 现在综合媒体的报道围绕着打造建设一个 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这个宏大的主题 除了中国议题 可能包括台湾议题 南海问题之外 还包括经济复苏 供应链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甚至还包括反恐怖主义的协调与合作等等 所以确实面摊子是比较的大 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就显示 预计这一次的四方会谈机制 不会发布联合公报 因为四方会谈机制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 但是呢 路透社的报道也特别提到 预计外交部长们将会在会议后发表单独的声明 如果路透社的这个判断是真实的 但我们会再看一看 那么可能与蓬佩奥的这样的一个 说会有一个重大的发布相比 那确实是有一定的距离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 调查记者岳哥 深时报道 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能够得到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和转发 来支持我岳哥 来支持大洋新闻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谢谢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点赞和转发 打赞和转发 打赏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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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